火星上的环境就没有这么恶劣 虽然也时不时有狂风 但温度情况比金星好 火星经历和地球相似的季节以及温度变化 都是由相似矿物和金属合组成的行星 表面结构相似 拥有高山 峡谷和沙漠等地质地貌 像火星发射的外太空探测器 基本上都能拍到火星表面的清晰图像 而且也有陆地探测器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 进行过长时间的探索 比如机遇号 号气号 以及探测者号 复习完这些 你能够理解科学家们更愿意探索火星的原因了吗 与探索火星 登陆火星 移民火星这些长远计划相比 金星明显缺少很多吸引人类温度的血统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金星与地球的未来演化密切相关 甚至不少科学家认为 火星代表着地球的未来 那金星就代表着地球的过去 从探测器的数据里 人们发现金星的岩浆里面含有水 金星很可能与地球一样 曾经有过大量的水 但金星上的水都被蒸发了 从而消失殆尽 变成如今非常干燥的环境 如果地球再距离太阳近一点的话 可能也会是相同的下场 而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金星演化成如今这么狂暴的境地 对地球的全球变暖和改造火星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不久 科学家们在金星的大气中发现零化氢 在地球上 零化氢被认为是艳养生物产生的系体 艳养生物在生物界中普遍存在 于是世界多组科学团队 都将它们在地球和太空的仪器都转向了金星 希望能够确定这些微量零化氢来源 尽管这一发现还不能算作微生物存在的证据 但也表明了 金星上可能正在发生着一种未知的光化学 或地球化学过程 这一下金星又成了香伯伯 让我们一起期待科学家们之后的研究结果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